啥事都得讲究个度 讲究恰到好处 你比如说吃水果也是这样的 是荔枝荔枝见到就吃 哎 绝对会吃 荔枝现在是正当季 一年呢就这段时间是最好吃的 但是也便使劲吃 你吃多了容易得荔枝病 喂您服我是小木 最近呢有热线会员跟咱们说呀 说这个荔枝的成熟季节到了 问我懂不懂荔枝 哎呀 其实吧 你要是让我挑荔枝吧 我可能不太赞 但是你要是让我吃荔枝的话 那我绝对是一把好手 说这个日淡荔枝三百颗 不辞长作岭南人 用这句诗来表达 我对于荔枝的这份感情 那绝对是不过分 不知道大伙对于这个荔枝 到底是什么态度呢 喜欢 一天能吃多少 我一天也就死多个吧 那你不读 对对对 均衡size嘛 我估计我能吃十多个 孩子也能吃十多个 我自己吃的话 能吃一斤吗 一吃一斤多吧 能吃那么好 看他就知道 我爱吃这玩意儿 这荔枝吧 虽然好吃 虽然美味 但是在这呢 也提醒大伙 绝对是不能多吃 不用那么一句话吗 说一颗荔枝呀 三把火 绝对不是没有道理的 你看下面这个广州的吴大仪 就因为啊 连续一个星期 每天都吃一斤的这个荔枝 给自己吃进ICU了 有一些朋友吧 他在大量食用荔枝之后呢 会出现一些像头晕啊 心慌啊 或者是血糖偏低 这么样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说 它是一个荔枝病 但是这个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医学界一个公认的一个病名 可能就民间的一个说法 我们医生呢 也是提醒大伙 尽量不要在空腹的情况下去 大量的食用荔枝 这样的话 有可能会引发低血糖 等一些其他的不良反应 尤其呢 是针对一些特殊的人群 像这种患糖尿病的 患慢性肾脏病的 还有老人和小孩 因为他们这样的人群呢 会更容易引发这些不良的反应 因为荔枝的话呢 虽然它含糖很高 但是它主要含的是果糖 属于还原型的一个糖 它需要肝脏的一些特有的酶 把它降解成葡萄糖 再进行一个吸收利用 所以这一个步骤 在吸收的过程中 它会比较 就是用的步骤会多一点 时间长一点 因此针对那些 这个酶缺乏的病人 或者是有一些人 这个酶含量不高的情况下呢 在空腹短时间内 大量的摄入这个含果糖 这么高的荔枝的话呢 就是容易诱发这个滴血糖的一个发生 医生建议 咱们正常的这个成年人呢 一天的这个荔枝收入量 最好是不要超过300克 换算到磕呢 就是你吃个十克八克的就别吃了 你像老人和小孩呢 是吃三到四克就不要再吃了 希望大伙能够牢记 另外呢 如果大伙你在平常的生活当中 有什么其他的疑问 或者说是遇到了什么难题的话 也都可以通过大海热线的会员平台 反映给我们 有我小木去为您排油解难 我就知道这橘子吃多了吧 容易脸色发黄 说是得什么橘子病 这荔枝吃多了 那还出来个荔枝病呢 你说那玩意儿 那喝水喝多了 还水中毒呢 我就想到我小时候 那时候也就是五六岁 然后我爸拿回了一箱 那个橘子汽水 好像是12瓶 就那一下午我跟我姐咱们俩 把那12瓶全造了 结果住三天院嘛 这家伙 现在看着橘子汽水 我多远远的 绝对不带喝的 这就叫啥呀 过油不急